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雷亚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 今天国内外的新闻焦点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从台北时间今天中午12点起 对2000亿美元的大陆商品 加征关税至25% 另外根据外媒指出 美国也有意对其他3250亿商品 同样加征关税 中国大陆则表示 将会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短等5天 北韩两度发射飞弹 频频挑战国际底线 同时又有货轮违反联合国 对北朝鲜的制裁 非法运输煤炭 并且把机械装置再回国 因此美国政府首度 以违反联合国的名义 护压北朝鲜的货轮 金正恩则下令 军队加强攻击能力 进入全面战斗态势 两国的关系又再度陷入紧张 防止而虐事件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 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将保护对象 从16岁提高到18岁 并且明定零虐定义 加重虐童者的刑责 未来虐童致死者 最重可处 无期徒刑 台湾出现首例的本土肠道出血性 大肠感菌症候群的患者 这名是未在南部念书的男大生 因为连续拉肚子20多天 又出现了发烧呕吐的症状 紧急就疫之后才确诊 医师提醒要少吃生冷的食物 勤洗手才能够降低感染的风险 美食当前大快朵医 但要小心病从口入 就一名20多岁男大生 平常习惯外食 日前却出现发烧呕吐 甚至拉肚子20天 最后被确诊为 首例本土肠道出血型 大肠感菌感染症 男大生跟他女友都验出了诺罗 但是只有男大生有验出 这个大肠感菌的O104 会造成肠道出血性的 大肠感菌感染症 男大生感染状况不算太严重 目前已经康复出院 但疾管署针对相关人员 粪便检体 以及男大生发病前吃过的食物 都找不出感染源 台大医师更指出 这个细菌曾在2011年肆虐德国 造成大规模群聚感染 不能因为罕见而轻忽 带着多重抗药 它带着特殊的治病 所以当时候那一波 引起的重症跟死亡 没有特殊的抗生素 是被证实是有帮忙的 医师指出得从前端的食品卫生 开始防范 避免生食或饮用 没有灭菌处理的乳品 后端公共卫生更得注意 想避免被患者传染 不是戴口罩就万无一时 接触病人 或者他的分泌物排泄物之后 或者他的环境 他的环境可能因为 他腹泻等等污染了 你是不是要进行手部卫生 那能够注意这个的话 那就可以避免人传人 这个是为了病人好吗 这是为了自己好吗 此外也提醒民众 拉肚子是身体防御 且排出病毒的自然反应 过度依赖止血药会适得其反 出现长达三天以上的腹泻 求医检查才是正确自保方法 大海新闻 杨韵琪 水云豪台北报导 为目则强 高雄一位妈妈因为产后虚弱 引发肾功能衰退 得要终身洗肾 但是为了孩子他依旧坚强 在小孩上了高中之后 他也选择就读二纪 母子俩相伴一起成长 生生拥抱 因为妈妈陈欣怡 从她八岁就开始洗肾 小时候她常在洗肾室陪母亲 就是坐在病床旁边 然后大家都也都在洗肾 可是妈妈就是很 她比较乐观 所以你就会觉得 她的病房那里特别的光亮 特别的有精神 十九年前 黄同学刚出生三个月 妈妈因为产后抵抗力弱 感染引发肾萎缩 最后终身洗肾 但陈欣怡为母则强 我才刚刚当妈妈 我没有办法让孩子失去我 于是我的脑海全部都是小孩 我希望能够留下来 尽我做母亲的责任 而且陪她一起长大 母亲的建议 让一周三天的洗肾 不影响她陪孩子长大 儿子上高中时 陈欣怡决定要继续读二纪 和孩子一起学习 母子俩经常互相切磋 都出社会这么久了 还愿意回去想要进修 说真的其实我还在读书 还在读书 我就应该要更加进去 洗肾妈妈二纪即将毕业 打算二度就业 也要让自己继续成长 大约新闻 陈一真 陈立伟高雄报导 法国的海外属地 刘尼旺岛 从今年的年初到现在 登革热疫情是不断的延烧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两万四千人感染 季节交替 气温变化 蚊虫也跟着跑了出来 不过小黑蚊蚁靠近 民众全都蚊子色变 因为生怕一不小心 就会感染登革热 为在印度洋西部 法国属地 刘尼旺岛 登革热疫情不断升温 光五月初就出现 超过一千五百起病例 从年初开始 感染人数也已经超过 两万四千例 其中又以南部地区 情况最严重 而主要确诊病例 都是第二型登革热 随着天气变化 登革热进入耗发季节 并没闻相对容易滋生 卫生单位不敢掉以轻心 派出两百名专家前往南部地区 家家户户拜访 进行消毒工作 登革热影响全球超过一百二十个国家 每年都有五亿人受到感染 还有两万五千人因此死亡 专家也警告 当隔热疫情延烧 死亡人数恐怕还会持续攀升 呼吁当地要积极展开防治行动 避免这波疫情继续扩散 大爱新闻杨情编译 一年一度的摘戒月 施政时开始了 但是巴勒斯坦的居民却无心庆祝 因为以色列害巴勒斯坦的武装分子 从上个星期开始 双方是再度的交火 导致六名巴勒斯坦人不幸死亡 多数的百姓也只好被迫离开家园 床垫卡在瓦砾堆中 建筑钢筋外露 战火连天 家园遭到波及 民众回到原本的家 看到这样的情况相当无奈 近期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哈马斯冲突不断升温 而瓦基勒一家人住在加萨走廊 从上星期开始的最新一波攻击 导致他们的家受到空袭 因此一家人被迫离开家园 失去所有家当 让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而目前适逢一年一度的摘戒月 当地多数民众都信奉伊斯兰教 瓦基勒一家人也不例外 他的妻子借由布置零食的家 暂时让小孩忘却空袭的恐惧 然而多数人像瓦基勒一家人一样 忧心家园再次面临攻击 居民都人心惶惶 大家新闻杨请点译 加麦兰是印尼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民族音乐 为了避免这项文化失传 现在有业者开发了一项手机APP 让年轻人能够轻松认识这项传统文化 中文字幕提供 让他们有关责民 我们只要靠开玩笑 我们只需要开玩笑 我们只需要开玩笑 让他们并不选择责民 他们不会责责责责 他们的困难 因为孩子没有老实人 他们又不对此恥 因此惊只要说 由于民家做由于民众 然后我们来看 对他们并不懂 如果墙的墙設有限,就能拖絕 Dancing 他们一起奖启風話 可以与人一起奖钕 或一起카女士 做一些其他 Dom巢 自去 木楼 在2010年,我們勝出�奮隍奮隍罷 slide 給高�reat的教會 這是最終的產品 還會獲獻普通通賞金 iva的有助攻 我們在 cocktails 到了台灣,教學院 gua 在這裡玩著 towers台湾 很光烦烊的世界 跟讲� Wij沙 我们仍能操控从来到 现在玩会玩 Absol flop preparatory 比较 Long 我自上半年的作业 我感觉到 我只是学习习习惨 但我 также学习 建中每天之镝 tive农的 我们不在玩的游乐,不像你们看到, 是游乐的游乐, 因为游乐的游乐是有很多的游乐, 我们可以在游乐的游乐, 因为游乐的游乐是游乐的游乐, 所以我们可以在游乐的游乐, 我们可以在游乐会去游乐中的游乐, 因为游乐是游乐的游乐就是 游乐是游乐, 因为游乐是游乐的游乐是游乐的游乐, 排从游乐游乐的游乐会让我们知道游乐的游乐, 游乐是游乐的游乐, 因为游乐游乐现在已经游乐, 我们可以去游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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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可以在轮廉游乐游乐中, 这个名字叫做 provided,这个名字叫做 我怎么整个小儿的感觉 让你们开玩的感觉 把感觉更有感觉 是在玩的 gods 全美疾难救助组织年会活动 在田纳西州举行 此季美国总会也应邀参与 而且还展示了环保慈悲科技 全美疾难救助志工组织年会 在田纳西州举行 现场汇集了所有参与疾难救助的成员 彼此交流经验建立伙伴亲疑 欢迎大家来到27日 在全美疾难救助的成员 美国的慈祭志工也再度参与年会 并在布展摊位上展示慈祭四大置业的成果 以及在极难救助上的创新研发 之后提供塑胶费 會氣霧的解決辦法 更透過御佛儀式 讓與會者感受心靈的平靜 這個祭祀的目標是 幫助參與參與者們 重視於他們的誠意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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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所有古代人 讓我們的生命都能夠 禮佛主 觸摸霜 接花香 接花香 祝福吉祥 可以在正 homes 了沒有 參加了人數创紀錄 可以感受关怀的力量更大了 第一天的活动交流热络 彼此也都留下深刻印象 戴新闻木凡 周黄迪俊 美国报导 尽头回到台湾 这个周日即将在中正纪念堂 举行御佛大典 在两庭院的广场 到时候会有一棵 用环保素材做成的菩提树 透过新闻带您抢先看 西方有圣诞节有圣诞树 2500年前 佛陀证物的那个菩提树 是不是也可以当作 我们这个佛教的代表的 一个形象 从树叶树枝到树干 栩栩如生的菩提树 可是短短20天 经由志工巧手丛林 长成大树 为了慈祭玉佛大典 去年底就开始筹备发想 主则的慈祭志工周三玉 拥有设计专业 却谦逊广纳建言 菩提树从抽象到拟针造型定案 因为我不能以自己想法 去做这样的设计 因为我们这是要传法的 我是要以大众能够 接受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过程中也是接受很多的挑战 然后一度就是 一直修改一直修改 几何造型的 很极简峰的 然后就一度修改修改 不止逼针 还要兼具安全稳固 承受得住梅雨季风雨 几番压力 防水测试都安然过关 承担这个做菩提树 那有用了一些回收的 我们远距回收的这些的资源 那现在我们在包菩提树的树枝 还有树干 我们用了很多的塑胶泡棉 整棵树90%以上 运用的都是环保栈回收素材 光奉七尊宇宙大绝者 树梢长线星空景象 搭配烟雾LED光源 传达佛陀物道宇宙虚空 我们目前主要要的目的呢 是要能够让它整个的 这个街头都要能够防水 那下雨或喷雾的时候 整个那个灯的电路是安全的 有个共识 就是采用三班式 平日三班式 早班 午班 晚班 然后假日就是前天后 就是这样子 前不后气 这样子一直接续 接力赛这样子 他们如此拼命 一鼓作气还能欢喜 年轻生力军也是一大助力 我们古文也有一个群组 就是有布达这个事项说 菩提树要赶紧加工 才有办法赶在玉佛之前上树 今天假日原本是打算说 在家就是睡到自然醒 然后下午去参加鼓队的练习 多做一些善事 然后出一份心力 总比大家自己休息来得还要好 半个多月超过400元次投入 专注无杂念 如同在佛法中修行与禅定 每个师兄师姐过程中常会讲说 三师兄 我们有这个愿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大家这个愿力是很大的 相信是这个共同的愿力 来完成的这个普遗数 本周日有机会到中正纪念堂 不妨近距离端详 因为它不只是一棵树 台北新闻 珍珊美之工丁碧辉 林丰蓉 台北报道 星期日这一天 也是国际护理师节 但是刚好适逢假日 因此台中慈激医院 则是提前的庆祝 感谢所有护理人员的付出 慰绕护理师 台中慈激医院 由院长副院长到各科室送祝福 当护理师一年多 李东梦没想到 能收到院长亲自送的礼物 护理师的工作 分分秒秒攸关生命 尤其开刀房 家户病房 稍一松懈 影响的可是一条生命 一个家庭 压力之大 外人难以想象 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照顾的病人 他是可以健康地转出去 或是出院 可是有的时候 面临到说 他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其实面对家属 你很难去跟他开口 然后面对就是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你当下的心情 也会有比较低落 透过不管是礼物的内容 或者是礼物的内涵 让他们更能深刻了解到 他们在照顾病人中 他发挥的力量是如此之大 那尤其在慈激里面 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的一个 关怀化为实际上照顾品质的提升 因此为了向辛苦的护理师加油打气 在5月12号护理师节之前 特地表达敬意 期许更用心细心守护患者健康 大爱新闻的亚平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台北慈激医院今天则是举办14周年的院庆典礼 给我们的得奖的悠良医师一个热烈的掌声 院部主管一一将奖项颁发给悠良的医护行政与资深员工 每位得奖者都是受到院内员工肯定的佼佼者 而在内科加护病房照顾患者的苏文林医师 也因为专业与细心获选为优良医师 蛮荣幸的 那我想说这个是给 给我在内科加护病房 这段时间的努力工作 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希望未来就是也会勇敢的 就是带领着内科加护病房团队 大家在努力把病人都照顾好 除了表扬117位同仁外 也感恩这些年来在医院各个单位 陪伴患者与医护的76位资深志工 常年服务癌症病患的陈美丽 最懂得患者的需求 我们没有付出很多 只是我们很用心地想把这一块做好 因为他们打了化疗心里面的恐慌 掉了头发那种难受 我们怎么样让他们觉得说 有这么多人陪伴他 他可以走出来 期许未来所有的员工与志工们 都能够带着医疗的陈雨爱 和医院一同成长 在现有的基础上持续前进 大家先问黄线 庄国雄 台北新电报导 天气封面明天随着封面的远离 只剩下东半部 有局部短暂震云的发生 北部上面的云量仍然是偏多的 其他地区大多转为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午后在南部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 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发生 建议您还是要攜带雨具 温度方面 北部以及东半部的气温是持续的回升 感受到舒适到闷热 由于风场转为偏东风了 中部以南位于被风区 污染物容易会累积 空气品质比较差 应该族群要多加的留意 一起来关心明天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庆祝泰王嘉免仪式结束 超过300架的无人机 是点亮了曼谷的新风 无人机拼出了邪机王朝 最后还秀出了国王的轮廓 来向新王致敬 新闻的最后带您一起来欣赏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和家平安 我们再会